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楠老师 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了 今天小楠老师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有关一条鱼的故事 这可不是一条普通的鱼 而是浑身都长满了闪光鳞片的彩虹鱼 围绕着彩虹鱼展开了什么样的故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遥远的蓝色大海深处住着一条鱼 这可不是一条普通的鱼 就是找遍整个大海也再找不到这么美丽的鱼了 它那五颜六色的鳞片就像彩虹一样 蓝的 绿的 紫的 闪闪发光 别的鱼都羡慕地睁大了眼睛 叫它彩虹鱼 来呀 彩虹鱼快乐和我们一起玩吧 可是彩虹鱼连看都不看它们一眼 就搜地游了过去 还骄傲地闪了闪它那鳞片 有一天 一条小蓝鱼从后面追了上来 冲它打招呼 彩虹鱼 等等我 求求你了 把你的闪光鳞片送给我一片好吗 就一片 它实在是太漂亮了 再说 你又有那么多 你说什么 把我这与众不同的闪光鳞送你一片 别开玩笑了 彩虹鱼叫了起来 快给我闪一边去 小蓝鱼吓了一跳 赶紧游走了 小蓝鱼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朋友们 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一条鱼搭理彩虹鱼了 彩虹鱼一游过来 大家就把头扭到了一边 即使有一声让人眼花缭乱的闪光铃 却没有人赞美它 又有什么用呢 结果 彩虹鱼变成了大海里最孤独的一条鱼了 有一天 彩虹鱼向海星诉苦说 我这么漂亮 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我呢 这我怎么知道 海星说 不过你要是越过珊瑚礁 游进一个深深的洞穴里 就能看见 无所不知的张鱼奶奶了 也许它能帮到你 彩虹鱼找到了那个洞穴 里面黑乎乎的 什么也看不见 黑暗中 突然有两只雪亮的眼睛 盯住了彩虹鱼 接着 章鱼奶奶游了出来 我正在等你呢 章鱼奶奶用低沉的声音说 海浪把你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我建议把你的闪光铃 分给每一条鱼 这样以来 你虽然不是一条最美丽的鱼了 但是你能体会到 什么才是幸福 如何获得幸福 可是 彩虹鱼刚想再说些什么 章鱼奶奶已经消失在漆黑的墨汁里了 把我的铃片分给他们 把我这一身闪光铃片分给他们 开什么玩笑 没有了闪光铃 还怎么能获得幸福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不知谁的鱼鳍 轻轻地碰到了彩虹鱼一下 原来是小蓝鱼来了 彩虹鱼 求求求你了 别生气 只要送给我一片最最小的闪光铃就行了 好吗 彩虹鱼犹豫了一下 他想 不就是最最小的一片 最最小的闪光铃吗 好吧 送给他 反正也只有一片 也没有什么不舍得的 于是 彩虹鱼 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地把一片 最最小的闪光铃片 送给了小蓝鱼 谢谢你 彩虹鱼 真是太谢谢了 咕嘟咕嘟咕嘟 小蓝鱼 开心地冒出了一串泡泡 它把闪光铃 贴到了自己那蓝色的铃片当中 彩虹鱼的心中 涌起了一种奇妙的感觉 它久久地凝望着 小蓝鱼闪动的新铃片 在水里游来游去 小蓝鱼闪动着铃片 在海里这么一游 彩虹鱼立刻就被别的鱼 团团围住了 谁不想要一片闪光铃呢 彩虹鱼送了一片又一片 越送心里越快乐 连身边的海水都荧光闪闪了 说不出为什么 它就像回到了家里 和大家一起非常快乐 终于 只剩下最后一片闪光铃了 彩虹鱼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分给了大家 可它却觉得非常幸福 来呀 彩虹鱼 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大家叫道 来了 彩虹鱼说着 欢快地朝朋友们游去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我们下次再见吧